大家好,我是Stan 在11月16日后一个下雨的晚上 位于首尔中廊区的一家无人泡面商店 一位穿着黑色上衣的男性客人走进了店内 他看起来像是十多岁的初中高中学生 当时他手里拿着一杯已经加了热水的杯面 一进店内就把泡面放在桌子上 然后看着监控迅速拿出钱包 取出了一张一千韩元的纸币 他四处看了看 然后把纸币夹在店里角落的卫生纸旁边 接着又拿出一枚500韩元的硬币给监控看一下后 又藏了起来 之后他才微笑着坐下来 开始吃了他带来的泡面 可能是他对在别人的店里吃外带的泡面感到抱歉 所以就留下了钱 这家无人商店的店主后来发现到了这个片段 店主表示 我在整理店内时发现了这些钱 因为想知道这是什么钱 谁留下的就看了一下监控 让我吓了一跳 真的很感动 因为该无人泡面店 只有在自动贩卖机中 出售带装拉面 并没有杯装拉面 而且只能使用信用卡付款 虽然附近有卖杯面的便利店 但因为店面狭小 无法用餐 店主表示 当天又下雨又冷 天也暗了 我觉得学生可能是没有信用卡 所以就去便利店 买了杯面来这里吃了 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成年人 到无人商店 只吃自己带来的外部食物后就离开 所以这个学生的举动 就让店主觉得非常感动 店主最后表示 因为以前也遇到过很多偷东西的情况 所以在监控看到这位学生后 我真的哽咽了 如果能找到这位学生 我想要将1500元还给他 也想要请他吃一碗温暖的泡面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他的父母能知道 他们的儿子是多么的善良和正直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哎呀真是个好孩子 让人好感动 希望将来能有更多这样的孩子 做父母的一定感到很自豪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镜子 从这位学生政治的行为和品格来看 他的父母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人 不知不觉中我也露出了微笑 我祈祷他继续健康成长 成为一个能够带来正面影响的优秀人士 他的父母看起来真的很了不起 看完牧师母女的幸福 再看这个 父母真的很重要 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尤其是当店主说 他希望那位青少年的父母能知道 他们的儿子是多么的优秀时 我的内心真的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我也期待着他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人物 真的是一个很暖心的新闻 永远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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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